花蓮縣文化局110年到111年 花蓮縣百年寺廟南區文物普查建黨計畫 26號上午在玉里政公所的中正堂 舉辦了成果發表會 針對復原保安公、瑞瑞七連寺 還有玉里協天公正三座清代創建的 百年廟宇文物進行普查 專業團隊整理建黨有155個案 462件的文物 花蓮縣文化局110年到111年 花蓮縣百年寺廟南區文物普查建黨計畫 26號上午在玉里政的中正堂 舉辦成果的發表會 針對復原保安公、瑞瑞七連寺 與玉里協天公 這三座清代創建的百年廟宇文物進行普查 特別是有很多朋友跟我講說 那以後廟要搬秀是不會受到影響 那這一些疑慮 我們現在就請李老師來跟大家說明 我們在整個穀物調查過程當中的一些發現 以及後續如何能夠協助這些活物的保存 普查的成果當中 普查團隊建議具有一般穀物潛力的包括有 玉里協天公的聖德如天扁 復原保安公的翹頭公案公桌 以及瑞瑞青年寺的同住世家佛祖老祖 東部必須看到明天這麼早旁邊兩邊有捐獻者 捐獻者的金額寫的是ANN就是日文的ANN 所以這個共同我們推測應該是日治時代留下來的 那如果這個東西可以確定是日治時代的話 應該是說我們東部坦件這麼完整保存下來的 而且是領得這麼完整的很少片 由文化局爭取文資局經費為請陸西文史工作者進行普查 經過李建偉教授以及莊嚴玉老師帶領的專業團隊 整理建黨總共有155案462件文物 介意佐證這些文物的歷史價值 記者高雙雙玉里正采訪報道